据路透社6月30日报道 美国和荷兰企图给中国芯片制造商来一套所谓组合权 将进一步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制造设备 报道称 虽然荷兰已计划限制荷兰光刻机巨头 阿斯麦公司ASML及其他公司的某些设备出口 但美国预计将更进一步 利用其广泛影响力阻止特定中国厂商获得更多荷兰设备 在同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 耐用出口管制 以各种借口拉拢胁迫其他国家对华搞科技封锁 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冲击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阿斯麦解释 荷兰最新出口管制并非所有金轮式DUV设备都受限 财联社6月30日讯编辑 夏军雄当地时间周五6月30日 荷兰政府宣布了限制某些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新规定 这些规定将于9月1日生效 具体而言 荷兰政府将要求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公司 在出口之前需获得许可证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利谢 施奈纳马赫尔表示 只有非常有限的公司和产品型号会受到影响 尽管荷兰政府并未直接点出会受到限制的公司 但外界都明白这是在限制光刻机巨头阿斯麦 荷兰政府的消息传出之后 阿斯麦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 该公司未来出口其先进的计论式 DUV光刻系统 即Twinscan NXT2000i及后续计论式系统时 将需要向荷兰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 而荷兰政府将决定是否批准或拒绝所需的出口许可证 并就任何适用的条件向阿斯麦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阿斯麦强调该公司的EUV系统的销售此前已经受到限制 阿斯麦同时表示 预计上述措施不会对其2023年财务前景 或2022年11月投资者日期间传达的长期情景产生重大影响 有一款济润式DUV光刻机并不受限 近年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实行胁迫外交 多次施压其盟国限制如光刻机等高科技产品等出口 自2018年以来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荷兰政府一直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口期最先进的 即紫外线光刻机EUV 但仍可以销售上一代的深紫外线光刻机DUV 然而美国近阶段又希望进一步打压中国芯片行业 将DUV也纳入技术范围 荷兰政府早在3月就表示 考虑把光刻机的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到DUV 根据阿斯麦官网提供的信息 该公司目前在售的主流禁模式DUV光刻机产品共有三款 分别是Twinscan NXT-1980D Twinscan NXT-2000I Twinscan NXT-2050I 阿斯麦三月曾表示 预计2000I和2050I这两款产品会受到荷兰政府的出口限制 在对比阿斯麦今天的回应来看 Twinscan NXT-1980D这款DUV光刻机并不在限制范围内 根据官网介绍 Twinscan NXT-1980D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小于等于38纳米 每小时可以至少生产275片晶圆 在实际生产和使用中 通过多重曝光 Twinscan NXT-1980D依然可以支持到7纳米左右的工艺生产 当然相比于更先进的光刻机型号 其在生产先进工艺时的步骤将更为复杂 成本将更高 良率可能也会有损失 全球晶圆厂在使用1980D光刻机型号时 大多是生产14纳米及以上工艺的芯片 很少去生产14纳米以下的工艺 但可以肯定的是 用这一台Twinscan NXT-1980D光刻机 生产28纳米 14纳米仍能完全满足需要 这预示着目前就以大量采用NXT-1980D进行成熟制程制造的晶圆厂 将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但在先进工艺方面可能难以完全满足需求 中国外交部回应 在6月30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 满用出口管制 以各种借口拉拢胁迫其他国家对华搞科技封锁 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冲击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他指出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外媒又放风美女阻止特定中国厂商获得更多荷兰芯片制造设备 环球网报道 据路透社6月30日独家报道 美国和荷兰企图给中国芯片制造商来一套组合权 将进一步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制造设备 报道称 虽然荷兰已计划限制荷兰光刻机巨头 阿斯麦公司 ASML 及其他公司的某些设备出口 但美国预计将更进一步 利用其广泛影响力阻止特定中国厂商获得更多荷兰设备 路透社称 荷兰政府 阿斯麦公司和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 都对此拒绝置评 报道继而提到 去年10月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在对华半导体出口领域实施新的出口限制 并游说其他有关键供应商的国家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 据美媒此前报道 2022年10月 美国政府宣布 除非得到美国商务部的许可 美国企业将不可以向中国供应先进计算机芯片 芯片制造设备和其他产品 在去年10月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就针对美国实施新的芯片 出口管制措施表示 美方出于维护科技霸权需要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 这种做法背离公平竞争原则 违反国际经贸规则 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也将影响美国企业的利益 这种做法阻碍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恢复都将造成冲击 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阻挡不了中国发展 只会封锁自己 反噬自身 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27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美国商务部可能最快在下月初采取行动 禁止英伟达等芯片制造商 在事先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 向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客户出口芯片 在此消息传出后 路透社29日称 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莱特 克雷斯表示 虽然限制对华出口人工智能芯片 不会立即产生重大影响 但这将导致美国产业永久丧失机会